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参也能做零食 记者探秘人参产品体验店 解锁人参新吃法 养牛达人有妙招 冬季养牛都该注意啥 在我个沿海地区 一直流行着一种美味的食材 鱼肝 渔民们会把捕捞上来的各种鱼类 加盐 晾晒风干 做成咸鱼 每到秋季 家家户户都会晒上满院子的鱼肝 别有一番景象 今天咱们就到丹东的农家院里去看一看 这个季节一走进丹东东港市的桃园村 您就会看到一道独特的风景 原本空荡荡的院子被摆得满满荡荡 顿时变身 大晒场 这是乡亲们用最传统的方法 在晒鱼肝 老晒法这就是 这个鱼是本子本味 原子原味的 全是太阳晒 过去冬季一风海 打鱼就比较困难了 乡亲们很难吃到新鲜的鱼 怎么办呢 勤劳的鱼家人 就想出了晾晒的好办法 延长了鱼的保存时间 让大伙在冬季也能吃到这口鲜味 这个就是说 你干鱼是干鱼的味道 你新鲜的 你回去你砸完了 你吃 它不是这个味道加弄出来 你这个东西晒完之后 晒完之后 你回家一砸 那是干鱼的味道 相当好 就像你这个 像四川这个什么腊肉呢 咱们有晒那个 那个腌的咸腊肉呢 它又一个味道 赵大哥是一个来自内蒙的汉子 自从三十年前 跟家里人搬来丹东 就开始晒鱼 每年都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 是他最忙碌的时候 从九月份开始 骑海之后 一直能晒到 其实能晒到停海 就是到十二月份 但是后期冷了就不行了 晒就属于冻干了 就不好了 所以就这个季节 抓紧时间晒 秋冬季节 天气渐凉 天干雾躁 海风近吹 加上暖暖的阳光 正是晒鱼的好时节 晒鱼听起来挺简单 但这里面 每个步骤都有说到 我们得上 高盐水腌一下吧 腌四五个小时 把它捞出来加工 把它再晒 这套加工手续也挺费劲 过去传统的晒法 都是大量加盐 但是这样晒出的鱼干 味道过咸 并不好吃 经过多年的改良 现在赵大哥 找到了盐和水的黄金比例 原来咱们都是晒盐杆 现在都是淡杆 就是咱们现在是 百分之六千的盐 一百斤才高六七几盐 所以现在这个鱼 你吃的绝对是 本身的鱼味相当好 经过两到三天的晒制 鱼的鲜香变得更加的浓郁 鱼干也就晒得恰到好处了 现在赵大哥已经是村里 有名的晒鱼达人了 为了能够晒出味道好 品相还好的鱼干 赵大哥也没少花心思 这个鲑鱼开始晒肝 就是我自己发明的 再找都没有晒的 就是我后来一看 有这个破毒鲑鱼 但是说那个 咱们拿回来加肝挺好 所以我就自己就研究 从第一次都是渡壳的 后来一看渡壳中的不好看 后来是后背壳 这就相当好看了 鱼形还好 在传统晒晒手法的基础上 再经过像赵大哥这样的人 不断地创新 现在用来晒制鱼干的鱼 种类也变得越来越多 那么假如八鱼没有了 那么还行有风楼板 还行有萨里砖 还行有这个黄花 什么那样的 咱都可以晒点 特在外面还有胖多鱼 这都可以 现在赵大哥 不光在自家的院子里晒鱼 还把邻居家的院子 也租了过来 短短三个月 他就能晒出十万多斤的鱼干 这还不够卖呢 就算鱼干很抢手 但我们发现赵大哥 还是偷偷留了一箱 这箱正在打包的鱼干 他说给多少钱都不卖 不仅有着鲜香的味道 更融入了满满的爱 赵大哥说 传统晒晒的鱼干 虽然不如机器烘干有效率 但是这却是海边人 割舍不断的味觉记忆 即使身处异地 仅靠这淡淡的鱼香 便能一解相愁 接下来共同关注一组 三农领域的新线事 一起来看天下三农 日前修订后的 辽宁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办法表决通过 和过去不同的是 这个办法对农村人口 申请宅基地的条件和用地标准 进行了细化 辽宁省第一次将人均面积 作为宅基地申请条件的 法律要件 具体规定是 三代以上同住一处 并且已有宅基地的人均建筑面积 低于20平方米的 可以申请宅基地 如果申请到的宅基地 债用了耕地 要由市县政府 通过储备补充耕地指标 实施土地整治等途径 补充耕地 并不得向农民收取耕地开垦费 此法规将于明年的 2月1号起施行 河北武安的57岁农民 胡冰义把村子变成了小花园 胡冰义养花啊 有四五年了 算得上是一个养花达人 在他家里有大栗花 菊花 三角梅 绣球等等十多个品种 家里几乎都摆不下了 后来他灵机一动 莲花带盆的 把将近700盆花 都摆放到了街道 广场 甚至是乡亲们的房前屋后 让乡亲们一起来观赏 现在 胡冰义每天早上五点多呀 就去给花浇水 施肥 还贴心地用废墓板做花架 把花摆弄得错落有致 为村里种出百米花廊 来美化村子 我种花是完全是公益的 就是喜欢一样花吧 什么花 卖盆施肥 都是我自己 都摆放在大街上 装点这个 这个古葱乐 绕了两片种的花 这个聪明心情好吧 独乐乐不如 种乐乐 不光自个儿看着高兴 村民们也喜欢 这事干得漂亮 真是谁的老公 谁护着 前些天 在河北邯郸的一个婚礼上 来宾闹得有些过分了 怎么过分呢 他们居然把新郎 绑在了电线杆上 还给画了个大花脸 弄得新郎啊 那叫一个狼狈 看到这一幕 新娘子瞬间来了个 娇媚变勇猛 捂起一根木棍 把那些不着调的婚闹 赶得是四散而逃 在婚礼当天 就来了个霸气旧夫 天天说 提倡文明婚俗 抵制恶俗婚囊 不是白说的 参加人家的婚礼 却还给人添堵 人家不收拾你才怪呢 拖拉机挂上 穿成串的铁皮筒 就成了孩子们的 快乐小火车 让村里的孩子们 玩得是不亦乐乎 前些日子 河南安阳的孙县 孙先生就为村里的小孩子们 做了这么个大玩具 小火车车长约20米 孙先生说 要想弄得更长点啊 就再穿上几个铁筒 铁筒上画上五颜六色的卡通画 走起来还一跳一跳的 孩子们坐上去 是又新鲜又刺激 自己做的 自己做的 不难 就是需要时间 零零岁岁一个月吧 没整时间做 那油桶下面的铁筹啊 都是在飞银站 就是想着做一个 让孩子们有个美好的童年吧 孙先生说 村里的孩子们玩具少 坐的这个弹跳小火车 是想让村里的孩子们 能有更多的快乐 每次开出去之后 看到孩子们都蜂拥而上的情景 孙先生自己也很开心 狗拿耗子算不算多管闲事 咱就不说了 想拿耗子 得有猫的本事才行 前些日子 在贵州紫云自治县 就有一只小狗 想管管闲事 结果呢 因为功夫不到家 耗子没抓着 这狗狗把自个儿卡在墙里了 它是从哪儿端进去 来从它旁边那个房子那里 它是基于那个老鼠 就最跑进来 小狗的主人 想了很多办法 捉腾了一天 也没能把狗狗 从墙缝里给弄出来 后来请来了消防员 才算把狗狗给救了 看狗狗这小可憐的模样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呀 咱们种西红柿的棚户不少 种植过程中 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病害 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留心观察 及时发现问题 也好及时处理 最近就有棚户反应了 西红柿的叶子 发现了灰色的病斑 这是出了啥问题呢 最近辽宁省绿色农业技术中心的专家 在沈阳新民市大名土儿的番茄棚里 进行调查走访 发现番茄的叶子上 出现了灰色的病斑 这到底是得了啥病呢 这就是危害番茄的一种常见的病害 叫做番茄的灰眉病 专家介绍 灰眉病的病斑一般都成V字形 逐渐向内扩展 造成叶片坏死 无法进行光合作用 那么番茄灰眉病是怎么染病的呢 要想防治番茄灰眉病 保温度控制在20度以下 或者是超过23度 然后第二个就是防治防茄灰眉病的 一个重要的 就是它的传染 它再亲眼 因为它落到叶上这些灰色的煤层 随着严供这种操作呀 它会再亲眼 所以你发现这种中心病毒的病液啊 病果啊 我们就要集中踩在瘦药袋里头 拿到棚丝外面集中生埋或者销毁 另外防治灰眉病 还要注意它的防治时期 最好做到未病先防 早防早治 第一次防治的重点时期 就是说这个番茄定植 还没定植 定植之前的苗 就要喷淋防治灰眉病的这种药剂 然后你保证它苗状 进棚以后你不容易被歧压 喷淋的药剂 我们可以选择50%的腐霉力 或者是65%的甲瘤以外微 专家建议 当田间已经出现很多中心病株 也有不少的病液和病果了 我们就要开始进行化学药剂防治了 比如在你那个胶番茄的催果水 这个前一天你要进行 这个时候你要可以用你喷 常规防灰美病登记的药剂 这个春秋冬季节 这个季节稍微冷凉 蜜霉胺是比较好的 防治防治灰美病的 而且他的一个特点 就是化气你可以用 有些药是化气不能用的 它在低温的时候效果很好 再有就是辅霉力 专家提醒 我们在防治的时候 中间要间隔7到10天 一般要连续用药2到3次 一定要注意交替用药 这样才能避免产生抗药性 给大伙提个醒 最近有很多模仿我们的送种子团队 大伙在买农资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眼睛 一定要认准辽宁卫市黑土地字样 如果拿不准的话 可以拨打4006818801 或者02486528168 这两个电话 找我们确认一下 千万别买错了 要说啥样的苞米种子好 隋中西荒村的王大哥 是最有发言权的 最近几年他家这苞米产量 就像开了挂一样 他选的是啥品种呢 咱们去瞅瞅 隋中县荒地震西荒村的村民 王湛青今年68岁了 2018年的一天 种苞米种了大半辈子的他 却因为一次偶然的电话 决定改一改这种地的路数 我说嫩嫩 我说耗性 找起来听话后就耗性 我就打电话 打电话 家人这过来真送你了 就这苞米 我都住在外地了 这说我今天68 住在外地了 这苞米一亩地都打156178 没敢想象过 王大哥口中所说的 不敢想象的 其实就是这几年苞米的产量 起初他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可结果却是他做梦都没敢想的 完了 你那年年都不好 那我们戒本明天比着 他的帮美的话 怎么说 他说打400斤 我就那年还打1000多斤 我种了21亩地那年 21亩地我打了25000 自从王大哥种了这个新品种 可发现它的好处了 就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两个品种 一样的管理 却有着不一样的抗性 他不倒 你看那家 下面的他就这边 就那上风 都刮不高 你手里大概多高 不倒 你这帮美下来 你就多是好处 不紧从着 不用打药 你就刮点风 就留一几风 他不倒 你不倒的好受 就玩休想 这帮美 就先弄着我来 玩休想弄着我来 说了半天 这让王大哥赞不绝口 也让亲戚朋友们 都争相购买的包米种子 到底是啥品种呢 这三五不就挺好吗 这种是三五 他现在就谁丑 你还能过大了就买 这家 他也忘了大了 这几家的包米 这家 你看我兄弟 人家住着狐的 一到时候 别把我忘了 咱们大伙都知道 辽西地区十年久旱 可是这个H555 为啥表现仍旧这么突出呢 首先第一点 它的抗汗性是非常好 咱可以看一下 咱们这个现在主是啥呢 它这个土纸 所谓是沙土地 咱可以看 全是沙子 全是沙子和石头 所以说它的抗汗性是非常好的 抗汗性好 去哪呢 就是说它的根系也是特别发达的 根系特别发达之后 而且这个的根系是特别长的 扎地扎得特别深 特别广 能把地下深藏的水分和养分 吸收起来 供给咱们这个蜘蛛生长 所以说起到一个抗汗的作用 H555 不仅是个抗汗小能手 而且在抗风 抗导服方面的能力 更是没得说 所以咱们顺着帮你看 这是第二层地层根 这是第三层 这是第四层 你看在来风的时候 我给你换一下 在来风的时候 看见这个根 第三层七层根 这个根已经扎到土壤里了 还有一个呢 咱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紫根 紫窍的 这是柔人性 紫根紫窍的品种 柔人性非常好 鲜肥素多 柔人性非常好 所以说在来风的时候 它的泄风能力是比较强的 咱们可以看一下 咱们把它放到这个位置 再送过去 它就弹过去了 所以说它的柔人性非常好 可以说这H555的优点 真是一抓一大把 但咱乡亲们最关心的问题 还是它的产量 这不 王大哥给我们算了一笔明白账 我们这些柔米 一亩地 他说那现在正常账美的来得多达三十百斤 正常说 你像金的这个 都对得多达五百斤 这五百斤柔米咱不多人 你就算一块二十五百六百 这六百块钱什么费人种钱 你用了我 这它得到效益 老百姓就是得到效益 你打一千斤打 打一千五 打一千还不中 它打一千五 它这个玉米它没有突尖 没有突尖呢 就是多这一块 一亩地就得差二十百斤的产量 他说这个品种的突尖性 风景性非常这么好呢 首先当你看这个玉米 上面的叶片 叶片是上粽型的 而且它不阻挡花粉的下落 所以说它这个风景性是非常好的 种子的纯度和质量有了保证 包米的表现才会越来越好 产量也才会越来越高 老百姓的腰包自然也就鼓了起来 这样我要不是夸了花 就种这包米的话 你就不过是谁 你就放运动 我们说我们也没啥 没啥技术含量也没文化 但是你得相信这科学 人家给你介绍的时候 你该不该打的挺好笑的 如果说电视机器的您 也对我们的H555感兴趣 那就赶紧拨打 我们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订购吧 种地可是一门学问 要有科学的方法还得勤伺候 更重要的是得选上一个好品种 家住葫芦岛市南票区的长大哥 这几年种地的心情啊 就像坐了过山车一样 这忽上忽下 那叫一个刺激 咋回事呢 一块来看看 往年我种的是大爆米 但大爆米呢 历年一刮风 就给我的地里头整个都压成滚子一样 去年我跟安队要说直立不受 那整个的减炒 百分之五十 但今年这个到去年得增产到百分之五十 咱们庄家人都知道 天气无常 这刮大风下大雨 那是常有的事 前后差距咋这么大 常大哥到底是怎么做到了扭亏为盈的呢 今天种的是五七零 整个的那就是古城地区 现在种这个大多数的面积 全是五七零 被手地的品种 越更新 越产量越高 我是永久性种的 听听 永久性种它 到底是啥让常大哥 有这么大的信心和决心呢 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产量和效益 咱们庄家人都会算这笔账 产量上去了 经济效益自然而然就可观了 可是这一场风调雨顺的年景还好 如果赶上了大风暴雨等恶劣的气候 这沈农大L570还会表现那么好吗 咱们今天雨水大对咱们的包米产量相吗 没啥影响 今天不但风烧照网的对比 那的增产 一亩的最低的增产 四到五百亿 我们这个武器人的特点呢 是抗旱耐烙 它比较突出 是突出在耐烙上了 这个品种呢 适合种于平肥地 烙瓦地 它这个包米呢 是不空了 没有边行优势 里外都一样 棒棒大小特别均匀 没有边行优势的沈农大L570 抗旱耐烙 而且碎位整齐不掉粒 这么多的优点急于一身 只要我们掌握了科学的种植方法 沈农大L570会发挥出更大的优势 像辽洗地区啊 这边笼啊 笼间距特别窄 大概在四百五到五百左右 这样的话 我们母宝苗 在三千五百株到三千八百株之前就可以 组织达到一尺一到一尺二 怎么样 咱们的明星产品 沈农大L570 表现还是很亮眼吧 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 024-8652-8168 400-6818-801来咨询 今年夏天 雨大风大 苞米倒了不少 这样一来就只能人工收割了 费时又费力 不过昌土 有一些地区的苞米就没有岛福 这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呢 我跟着咱们的技术员来到了铁岭昌土 昌土呢 是咱们省内非常大的一个粮食生产的 一个主要的一个基地了 今天呢 咱们来看看咱们黑土地 给大伙推荐的这几个苞米品种 它们有没有出现岛福的情况 产量又是如何呢 你种的是什么品种啊 种的都是黑土地的DSE 你家那岛吗 没岛 就15亩地都没岛吧 我没岛 老乡说嘛 它都岛了嘛 鸡都收不了了 您家这个鸡收没问题 没问题 张百亿的大哥家 去年种了黑土地推荐的沈农大DSE 收成很好 所以今年 他也跟着大哥一起种了这个品种 看看这玉米 果然没让他失望 一根都没岛 沈农大DSE的品种啊 就是它的抗岛性也非常强 猪根矮 碎位低 根系发达 这三点是保证一个品种 抗不抗岛的最主要的特征 张百亿种了15亩地的沈农大DSE 玉米里外长得都一样 没有边行优势 看着别人家被风吹倒的玉米 张百亿觉得选对种子太重要了 芳米居然不错 棒还挺长 挺大的 应该挺硬实的 去年您家种这个DSE 大概亩产能有多少呀 砸的1800斤吧 收粮的品质还不错的 照旁的得那说高几厘钱吧 使农大DSE抗岛服米质好 容重能达到每升760克左右 这个棒最起码能达到20 30公分长 而且数行数啊 基本上都在48行左右 这个品种呢 轴是非常细 是属于小细轴 深麻石的类型 而且它的米质也非常好 它是纯脚质量 这种米质的包米啊 特别好卖 而且卖的价钱也高 张百亿对沈农大DSE的感情 可以用一个成语来形容 那就是相见恨晚啊 要是早点知道这个品种 肯定还能多赚点 那来年您还打算 我来年我还得知道 要有你们黑土地 要有新的品种 我还得要重点 那对于咱们相信来说 平时咱们在选购包米种子的时候呢 也一定要根据自家的地块 还有气候条件来选择最适合的 还是那句话 不选最贵的 只选最对的 那如果您要订购咱们黑土地 给大伙推荐的包米种子 可以拨打咱们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来订购 我们也会将好的技术 好的服务 还有好的农资 送到您的身边 在不少影视作品里啊 人参被塑造成了一种仙草 另外由于采参的过程 也是仪式感 神秘感十足 所以在大伙的印象中呢 人参似乎离我们的生活比较遥远 但是您知道吗 随着人工种植规模的扩大 人参已经伴随着不少 参加工产品 悄悄地来到了我们身边 接下来咱们就跟着记者到 还人的山参体验店 看看山参都能做成哪些 身加工产品 来吧 您看一下 这就是我们这个 生肠人体验店 哇 这个人懂 咱们就现在这个 一整面墙 大大小小的 这都是野山参 对的 对的 都是野山参 我看这一株好像还蛮大的 这个它大概要生长多久呢 这个至少是要45年 45年 对对对 45年 如果能长成这样 是不是其实相当不容易 很珍贵 很珍贵 它的价格 接近30万 这一只 接近30万 对对对 本西市 还人满足自制线 地处长白山渔曼 境内山高临命 群山连绵 是人参生生长的 绝佳环境之一 随着还人山参产业的 逐年发展 越来越多的山参加工企业 在这里落户 现在除了有 干参产品以外 也陆续研发出了 许多山参制品 这一款就是我们的独生汤 比如说客户来我这里 买了野山参之后 他不知道怎么吃 没关系 交给我 我来给他加工 但我们这款产品 独生汤 是采用国内最先进的 低温体确方式 负压的 我看它叫独生汤 对独生汤 然后看这个配料表里面 就是只有纯净水 和25年以上的野山参 没错 这也是一个古典名方 所以其实就相当于 我们以前在那种电视剧里 看到的 用人参熬的那种汤药 对 就那个感觉 人参 在我国的历代艺术中 都有记载 在过去是一位 十分名贵的中药材 而如今 它已经离我们的生活 并不遥远 现在通过科学的方式 和专业设备的处理 和人山参的深加工产品 不仅方便大伙的食用 更加有效地 保留了人参的营养 因为这个水 在这个负压的时候 基本上在50度左右 就已经沸腾了 它会有效地保留 人生中的活性成分 比如说像以前的 蒸煮炖这种方式 温度都特别高 会把这个有效的活性成分 就给 就给消灭掉了 闻起来好像就是 中药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深的味道 口感怎么样 这个 要是说它有什么特别的味道 什么酸味甜味 这个一点味道都没有 对 就是跟刚才 闻起来的感觉一样 就是那种纯中药的味道 如果您对 山参的原汁原味 不太接受 还可以试试 这款山参蜜片 不仅保留了野生生的功效 而且口味 能满足大多数人的需求 这个是用人参 跟人参片 跟蜂蜜 结合的这么一款产品 它吃起来主要是方便 口感也不错 您尝一下 口感怎么样 这个是好吃的 对 这个是适合我们年轻人 来吃的 因为这个人参好像是 我不知道它是 怎么加工过的 所以它的那个口感 是比较软烂的 就基本是一咬 就可以咬断的 然后那个感觉有点 有点面面的那种感觉 对 面面的 还有浓浓的一个蜂蜜味 对 蜂蜜的甜味都很足 现在 还人山参企业 也在不断开发新产品 食用人参 不用再像过去 那么复杂和繁琐 而是变成了 方便及时的快销品 种类多样 口感丰富 让您随时随地 都可以享用到人参制品 这个是把这个 整根的山参 给它打成粉了 对 破碎以后 里面完全是这种 粉末状的 是的 是这样 完全是粉末状的 这个回去是 冲水喝吗 还是怎么说 这个可以冲水喝 携带方便 因为这一季 它便于携带 它每年的销售量 是很大的 都过亿的产品 大概有 野山参米盖 还有野山参的泡酒 还有这个野山参粉 还有野山参切片 还有野山参的职业 但是大概所有的品种 加在一起的话 应该一百多个吧 产品多样 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 来购买 不同年龄段 不同需求的人群 都能在这里 找到适合自己的产品 现在我们一年的销售额 在2.5个亿左右吧 就是主要是 以野山参为主的 这些产品 相比过去呢 比如说过去但没有 过去传统板块的话 一年就是卖这种 野山参单支的话 也就是三十千万 四五千万的 这么一个销售额 结合地理优势 开发人参深加工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 通过一代代参农 和企业的共同努力 越来越多的 还人山参产品 走进人们的生活 为大家带来 健康的慰藉 很多人觉得 养牛比较省心 皮是好养 还不爱闹病 其实养啥都有一个 好坏之分 想养好啊 都得花些心思来琢磨 沈阳市苏家屯的 义勇军养牛 就有十年了 同样的牛 人家养的 那掌标 精神头贼族 接下来咱们一起去看看 义勇军养牛 有啥不一样的高招 提起养牛 咱老百姓第一印象 那就是皮是好养 还省事 可对于沈阳市苏家屯区 永乐街道 一股家子村的 义勇军来说 养牛 那可是大有讲究的 您还别说 他家养的这八十多头牛 个个健康 有活力 大伙伴这牛品活不得 你们俩人还过来 凑着你 看一看 是 这个是西门塔尔 红白花 西门塔尔这个品种里面 红白花它有什么好处 它这个月整路快 月整路喂好了 能长到九十斤上下 虽然说 红白花的西门塔尔牛 在当地很常见 养的人也不少 可养牛户们 总喜欢来到 义勇军家的牛棚里 来溜的转转 都养一样的牛 就属义勇军家的牛 上标块 大家伙都想学学 这养牛的小窍门 可人家义勇军说了 那可是他的商业机密 在咱们记者的再三打听下 他才带我们 来到了一个小牛棚里 为我们揭开了秘密 咱老百姓有句话 东吃萝卜下吃菜 义勇军说 他养牛养得好 秘诀就是把牛 像人一样对待 这大青萝卜 就是他家牛的第一条 人类待遇 那给牛喂萝卜 有啥好处呢 冬天瓦吃这个萝卜 还是减胃 它这个促进 那个胃肠卤动 你看这牛多爱吃 牛想要长标 首先得开胃 胃口好了以后 再从饲料方面下功夫 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义勇军说了 他家养的牛啊 不一定是最能吃的 可论其酒量 那一定是最能喝的 加点豆饼 完了再加点酒枣给它喝点 咋还得喝点呢 那个北海 那个酒枣啊 它这个有这个酒井路 都是烧着这个白酒的 这个有这个肚子牛吃了以后 它抗寒 对 您没听错 义勇军家养牛的第二条 人类待遇就是喝酒 给牛喂点酒糟 虽然鹿子野 可在他十年养牛经历中 的确挺好食 提到抗寒 义勇军说了 喂酒糟那是第一步 改善居住环境才是重头戏 冬季养牛 很多养牛户都搭牛棚 想让自家牛舒舒服服过冬 住进牛棚 可以有效避免牛喝凉水的问题 冬天往来这个棚里的话 液水它就不动了 要不然你要这个牛喝这个 这个大饼茶水 像盐食饼棍似的 它凉 它不再得疾病了 住进牛棚 并不是就能万事大吉了 牛棚里养牛 在温度的把控上 也挺有讲究的 要不然原本温暖的小窝 就会变成住院部 它容易感冒啊 感冒它这个 就像盐是感冒 它不得鼻子不同气 流鼻涕 那这就得 那个第一时间给它量体温 量体温看少了多少度 往来上那个药店去买药 给砸整呗 给牛治病可老麻烦了 一个个都是牛脾气 让他们挪个地方 得费不少功夫 为了避免他们生病 选择一个合适的温度 就变得十分重要 多少度呢 益勇军有个特别的判断办法 这个保持这个圈了 这个牛粪大牛粪 牛粪不动就可以 还是这么看的呢 对对对 这方法还是挺独到的 那这个保持这个粪不动的话 大概是多少个温动力 差不多呢 大概也就是保持在 那个零上五六度那样 就可以 除了要注意温度 湿度也不能大意 要不然这牛可就一瘸一拐了 吃的开胃有营养 喝的健康不贪凉 猪的温暖不潮不干 总结下来咱们发现 益勇军养牛养得好 最大的窍门就是他用心了 对待牛像对待人一样 换位思考 不断总结 不知道益勇军养牛的这些小妙招 你学会了没有 最近咱们黑土地的农资送货车 马不停蹄的在路上跑着呢 按照订单的顺序 给大伙陆续配货送货 大家千万别着急 另外还要给大伙提个醒 最近有很多模仿我们的送种子团队 大伙在买农资的时候 一定要擦亮眼睛了 买 买 字幕志愿者 杨 discussion